哈喽大家好,我是Alicia 那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我的出国旅行必备的淘宝正利品 那在这之前,我再要跟你们分享一个网站 叫做Shotbag Shotbag是马来西亚还有东南亚No.1的陷阱回馈网站 并与超过500家购物网站合作 除了大家很熟悉的淘宝之外 还有Lazada,Zalora,Booking.com,Hermo等等等等等等的购物网站 那这次我与Shotbag的合作是可以让大家得到¥10 你先去注册一个购物网站 你就可以先获得¥5 那么在你第一次购物之后呢 你还可以拿到另外¥5 就是两个合起来是有¥10 那你要得到现金回馈很简单 只要你在Shotbag的主页点淘宝 然后在searchbar里面搜索你所要的物品 以这个窗口加入购物车 你就成功通过Shotbag来购物了 然后在你购物之前 我先建议大家先下载这个Shotbag的chrome extension 这是方便大家无论在任何网站购物时 只要是这家网站是有跟Shotbag合作的 它都会在你电脑的右上角跳出一个窗口 告诉你这家网站将会得到现金回馈 只要你累积超过¥10之后 通过了这个pending period 你将会全数获得你将会得到的cashback 那么这个pending period depends on不同的商家 像是淘宝的话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100天的pending period 那么不同网站会有不同的pending period 有些一个月有些几个星期 那提款的方式很简单 只要去redeemable那里点击request payout 填下资料你就可以以汇款的方式 获得全数的金额 重点来了 就是淘宝将在来临的7月8号到7月12号 有一段年中促销 就是跟双十一一样 你们可以就是以最便宜的价格 买到衣服包包鞋子日常用品 everything 那在7月8号到7月12号这段期间 你不但可以拿到促销价 你还可以通过Shotbag拿到高达50令吉的现金回馈 就是它的意思是买多省多 你买越多你的cashback就越多 可是大家要斟酌的买 然后不要觉得很便宜就买买买买 那么这次淘宝的年终促销只限5天 所以在这5天之前你们可以先去这个link 这个link 去注册你们的account 那你们就可以预先得到10令吉免费cashback OK 前面我要讲这东西都讲完了 现在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去Buket 我去Buket之前在淘宝买的东西 一个是就是这个手机套 那么这个手机套我不懂防不防水啦 因为我没有真正的把它放进排水里面 因为我的电话完全是用不到 因为像是我是用OPPO啦 然后像是如果我盖住这里的话 我完全开不到我的手机 我完全拍不到东西 所以我买了这个其实也是没有用 因为它前面有一个plastic这样子挡住 所以我没有用到啦 但是我觉得是蛮方便的 如果你要出海玩或者是你要去有水的地方玩的话 它旁边两边有这样子 然后你推上去 推上去它后面有两个孔的嘛 把它推出来 推出来过后 你就可以成功的打开到这个手机 防水套 它后面是这样子的嘛 那你就把相机的那个孔的位置 调转来放 然后再把它锁紧 你就可以用了 其实我看 我在Buket看到很多人都这样子用 应该是防水的啦 可是大家可以先去 就是买了这个可以先测试看看 它到底防不防水 因为我真的是没有把它丢进海里面用过 我觉得它有唯一的缺点是 就是 因为你这里会沾到水嘛 那么你拍照的时候 你会拍到雾雾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不是很清晰 下一个是 它是广角镜 因为我现在买的是Canon的EOS M3 它们本身真正的那个广角镜是几千块很贵 所以我不想要 为了一次旅行去买那么贵的广角镜 所以我就在YouTube找到有一个YouTuber 去介绍这一个广角镜 那它是可以用在Sony的6100 5100还有5000的那个Lens上面的 那Canon的EOS M3也是可以用到 可是我发现一个缺点就是 我不懂其他相机会不会这样子 可是我的相机M3 它会out of focus 就是只要我用这个广角镜 它很容易out of focus 我现在给你们看 它现在是focus的嘛 可是如果放上去的话 对它是有达到广角的效果 可是你还是看到萌萌的 就是你放上去其实也没有什么用 因为它focus不到我的脸 就算我去按那个button哦 它也是很难focus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东西 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用 我不懂Sony的会不会out of focus M3肯定会out of focus 下一个也是拍摄器材 那么我是买了一set的 它是这样子 这一个是脚架 就是这样打开的 然后它的长度就只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叻 是那个自拍棍 这个是自拍棍 那它还蛮长的 就是它有三个 这个锁 然后我拉到最长给你们看啊 最长是这样子 它是这样子 然后它是attached to bluetooth 还有这个的 就是你把你的手机放在上面 然后扣进去 你按 你可以按这里 你就可以按这里来自拍 然后为什么我会买这一set的原因 是因为哦 它其实 是可以attach起来的 这个 跟这个 是可以粘起来的 如果没有人要帮你拍照的话 你就可以自己自拍了 然后 呃 讲真的它还蛮不稳的啦 因为 它支撑的点只有这样子 然后它 这样搞 所以 这只要小心的用 就是这个下面是刚刚那个脚架 然后上面这个叻 是自拍棍 然后你拉到你要的高度 你就可以开始自拍 我觉得很方便 其实除了这两个东西 它有一个这样子的按钮 就是 它有一个是iOS的 for Apple的 还有一个是Android的按钮 就是 我不懂我 我目前是没有用过这一个按钮啦 可是 它这里有一个 这有一张纸 应该是 教你怎样set out的 远远 把这个东西那边你按这个 它就可以帮你拍照 我觉得很方便 我是很推啦 如果你们是 有 跟朋友一起出去旅行 没有人帮你们拍照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衣服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看我之前 post的Poket Vlog 可是 我在第二集里面有穿到一件 后面交叉的裙子 它是有点度假风的裙子 它是这样子的 后看到我交叉交叉 这样子很美 就是 你是要自己 一条一条这样子穿进去的 你知道当初 我花了多久时间 才把这个东西弄好 幸好我那个flexible 你懂吗 我可以这样子 拉拉拉拉拉拉拉 可是如果不flexible的人 可能你要叫 你男朋友 或是女朋友 你妈咪 帮你去 穿好你背后的那个 交叉的线 其实穿这件衣服 真的是有点麻烦 它这件裙子 我很喜欢 很喜欢这件裙子 因为它穿到我 非常的显瘦 因为我本身不是那么瘦的女生 我是比较偏肉肉的女生 它把我的腰身 shape到很美 我给你们看张照片 就是真的是 它唯二的缺点是 它有点太低胸 第二就是 后面很难绑 就是可能如果你的筋 没有那么软的话 你需要叫别人帮你绑 后面那个交叉交叉交叉的 这件裙子是人民币 69块 可是我真是太喜欢 这一个batten 真的是很度假风 让我觉得很美 可是很容易装上 没有办法 淘宝衣服就是这样子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件 赞赞赞赞 接下来是一些 留言 它是 它是可以帮你 收到 帮你的胸收到最紧 那种 这样子的bra 可是因为 就我买这一个 是为了这件衣服 我没有穿这种 贴的bra的习惯 可是 这是我第一次穿 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而且它不会让你觉得很 好像要脱落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这件我是在同一家店买的 它是35块人民币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我已经用它 应该有三次了吧 还是贴的蛮紧的 我还蛮喜欢这件 然后如果你们有买 你们要买这件的话 我建议你们 因为它有一个 它后面是有 那个plastic 帮你 就是保护着它 那个 黏的这一个东西 我建议你们 不要把 这个plastic 丢掉 因为 你穿了过后 你还是需要一些东西 保护着 这里 所以我是 一直重复 使用这个plastic 来 盖住它啦 下一个 是 泳衣 这个泳衣 也是很容易撞上 是这样子的 我想给你们看照片 然后它的top 是有点像 squat's bra 这样子 然后它有一个外套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 还蛮美的 它的设计很美 然后如果大家是 去海边玩 去肤浅 不想要被晒黑的话 我觉得这是 蛮好的选择 因为它直接帮你折到去 手 它的裤子 是 小短裤 那么 如果你们想要买这件 泳衣的话 我先跟你们讲 很 容易 腫脏 就是我那时候 在Puket 已经是跟 连同我 夹在一起 是四个人 在穿着同样的泳衣 如果大家很建议 腫脏的话 你们还是不要买它 比较好 我对这件泳衣的感想 是 还不错咯 可是我觉得它的 这个pad 太薄了 它这里 这个胸罩 这个pad 我觉得太薄 所以 如果你们很 很介意薄的pad的话 你们可能需要 去买多一个pad 就是加下去 OK 接下来是一些收纳袋 就是方便出去旅行的时候 可以收纳衣服啊 内衣底裤啊 还有可能一些化妆品 这样子的 我先介绍这三个 它 是这样子的 它是扁的 然后它有三个不同的尺寸 这个是最大 中 然后小 我觉得 可以用来放一些内裤啊 或者是化妆品 护肤品 这样子 下一个呢 它是有厚度的 它是 网状 然后它旁边是有厚度的 也是一样 它有三个不同的尺寸 这个是大尺寸 中尺寸 还有 小尺寸 所以我那天去Puket 其实五天的衣服 可以装完在这里 不要 不要包括内衣底裤 五天的衣服 裤子 全部装到完 在这里 我是觉得出去旅行 买这种收纳袋 还蛮 还蛮必要的 六代这样子的收纳袋 我觉得 还蛮值得买的 然后 它的拉链 会有一点点问题 就是有时候 你zip的时候 会有点 可是 other than that 我觉得 这是非常好收纳的一个袋子 最后一个也是同一家店买的 makeup bag 它的容量很大 首先 它是可以这样子挂 挂在墙上的 然后 第一个 它是 plastic做的 就是如果你是在 冲凉房要化妆 或者冲凉房不服的话 你这一个地方 就不会弹到水 不会进水 iternet是网状的 就是放一些 可能 要放一些棉花 还是 不是很重要的东西 你可以放最大容量的地方 就是真的 它容量真的是很大 就是可以 随意的让我丢化妆品进去 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 elastic band 你看这个 它有一个elastic band 就是 如果你有很多刷子要带的话 你可以直接套在这里 可是 如果你的东西不够大 不够粗的话 它还是会掉出来 所以 这个elastic band 我是觉得 对我来讲 没有什么用 我讲到杀神了 它还有 下面还有最小一个格的 那最小一个格 它是蛮薄的 所以我是放一些化妆棉 然后 小支的卸妆水 还有 那个 curtain blood 如果 大家追这个 有兴趣的话 我很建议大家 因为它真的是很方便 就是如果你们想要把护肤品跟化妆品联合在一起放的话 也是ok 我觉得这个容量真的很大 我很喜欢 而且它的fatter很美耶 你看 就是很真灵风 很适合去一些什么热带国家 虽然我自己已经是在热带国家 可是 如果你们也是去 像是 泰边玩啊 或者是去 泰国 这超适合的 很适合我们的主题 你懂吗 真的很美 它在camera上看还蛮美 可是你现实看它 它有一点点 暗 它的颜色有一点点暗 不是那么鲜艳 可是我觉得还ok 还不错 我很喜欢这个 很高歌 ok 那么我这次的淘宝战利品 我就讲到这里 那希望 这次我跟你们分享的东西 都有帮助到大家 如果你们喜欢我这次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个like 然后还没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的话 记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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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